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他承诺如果他当选一月份之前想尽一切办法叫停战争 中国昨天外交部就发了一个信息说王毅的邀请乌克兰的外长库雷巴 23号就是今天紧急访问中国 主要的就是来谈怎么和平谈判解决战争的问题 所以有媒体就分析这是不是中国政府看到川普跟泽林斯基打了电话 说他承诺一月份之前解决战争 习近平等不及了马上要抢在川普之前 中国官方已经认定川普会当美国总统 所以呢要抢在川普之前把俄乌战争的头功拿到中国政府的手里面 抢功来了 不是这么回事 现在的乌克兰的外交部长是访问中国的很重要的原因是符合中国的意外立场 中国就认为了这个俄国战争应该和平谈判 因为呢一般人认为啊因为有这个北约欧洲美国来对付这个俄罗斯 所以呢就给了中国的机会 因为你们对付不了我了 这种判断是错的 对于中国来讲 俄罗斯的战争的接触是有利于欧亚合作的 欧洲和亚洲本来就是一个一块地 结果连在一起 而对于一个现在产能过剩对吧 然后对于一个呢跟美国现在可可帮忙比较多 如果能够在欧洲有更好的合作的机会 能够把整个欧亚连接在一起 是中国最符合他的利益的这个事情 但是西方的媒体有很多意识形态 他们想呢把这个责任放在中国身上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呢这个战争已经到了一种不接触不行的一种地步 因为不像最开始的战争一发生 俄罗斯会把乌克兰灭掉 现在乌克兰没被灭掉 另外一个呢 认为乌克兰会抵抗的很厉害 很强大 俄罗斯会打趴下 俄罗斯没打趴下 两年都下来 其实双方都打累了 双方都打累了 但是有些战争的贩子 战争的疯子 他们就希望这个战争继续搞下去 因为战争成为了他们的荣耀 战争成为了他们的经济的来源 非常可耻 非常可耻 而且骗了很多的网民啊 人民也好 认为绝对应该把俄罗斯给打下 你看如果不把俄罗斯给打下 那当然如果是结克被德国占领的时候 没有及时的阻住 结果就变成二十世界大战 你看看如果像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 要汪威控制了中国 中国就赢不了抗日战争 这种比喻啊 都是要么是浅薄 要么是被欺骗 今天已经不是这个时代了 今天不是这个时代了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东部的地区 有它的复杂和现实的原因 先不去管它 他们之间怎么讲 你先不知道 但是这个双方不应该打下去 应该是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主流 但是非常遗憾 发展这种国家 全球南方国家 基本上是这个立场 而欧美呢 是另外一个立场 对 现在突然出来了一个问思 说不行 他是在餐厅院里面 最反对继续援助乌克兰战争的一个人 所以乌克兰 他一出来选乌克兰干啥了 知道吧 今天乌克兰要枯息 对吧 然后川普就吹牛 说我72小时就可以让这个战争结束 反正根本不相信 我对川普有非常多的批评 但是我对他和万斯 在让俄国走向和平 我非常支持 因为 至于乌克兰要不要让土地 或者是怎么样 那是其次要的 但是首先 要停火 对 然后再往双方的谈判 或者在美国的帮助之下 我非常乐感于他们两个人推动 这个和平的进展 如果真的是俄乌 走向了和平 我认为 这个万斯和这个 川普 对若北尔和平讲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没错 中国的立场 我前面讲了 基本上是不愿意这个战争继续下去 而且中国希望呢 这个在奥运会期间 能够实现某种停火 停火 那么 习近平 还有之前的库尔班 还有呢 这个 一些其他人 这个比如说 印度的总理啊 穆迪啊 等等等等 他们都应该是 能够劝了 这个普京走向谈判族 对 而这段四季总统呢 也改变了口气 跟这个BBC讲 是呢 这个他愿意跟这个普京进行谈话 就是再加上川普的力量 然后加上奥运会在这个北京召开 就开始形成一个合力 这种合力啊 你就可以看看 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到中国去访问是四天 嗯 对 一个外长到另外一个国家访问四天 是一点是有很多具体的事情要搞 对 意证非常大 对啊 所以呢 我奥迷投赋 我祈祷 为奥运会带来一个和平的世光 嗯 至少以奥运会的名义 啊 这个闹 是你们的闹 但是你们先能不能把刀子放下 对 先别武斗 再剩下的文斗 那文斗五年十年之后怎么办 那是你们慢慢的事情 嗯 乌克兰的东部是建立一个特别的区域 还是说 俄罗斯你要滚蛋 你回去 对不对 我们继续来管理 你原来的某些要求我们可以讨论 嗯 这个怎么都可以 对 只要不战争下去 没错 我觉得全世界人民 全世界的知识分子 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有一个认知 任何人发的战争 我们都应该反对 没错 但是同时我们要推动这个和平 而不是呢 以战止战 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 你打我一下我就烦你一下 这是农业社会的行为 野蛮时代的行为 你现在打我一下我就告你 没错 我告诉你 你为你打我一下会出代价 现在你打我一拳我就打你十拳 那就无尽无尽 没错 对吧 所以我比较高兴就是说 川普有这样的一个执张 万事有这样的执张 然后我也很高兴 泽伦斯基开始准备一个探断 没错 而普京也走下台阶 普京搞这个战争 他付出的代价也巨大无比啊 他还愿意下大台阶 那习近平这一段时间 最近几年到处调和 这里调和那里调和 对吧 刚刚给巴勒斯坦调和一下 北京训言 之前又给沙特和伊朗调了一下 还有哪个地方调和一下 不错 中国人有了这个调和的姿态 为了就不要打台湾了 为了就不要在这个 南海上面去跟菲律宾打架了 最近跟菲律宾也开始有这个合法的东西 这就对了 没错 中国是继续由习近平统治下去 习近平下台 那是你们党的事情 你们国家的事情 但是你们不去伤害台湾 对 不去在南海发生战争 这是一个起码的一个事情 文明的政党 对 所以习近平来调和 这个 这个 台南普 川普 说 我只要在台上 就不会有战争发生 对 美国只要不要发生战争 或者参与战争 世界上和平就可及 对 因为以美国强大的军事的力量 可以扣制你 没错 保护和平 也不信战争解决 对 所以其实我们不论是 是川普万斯 还是中国外交部习近平王毅 包括泽林斯基 我相信川普 我相信普京自己啊 早就想找这个 当然 谁都想下来 乌克兰没几个人 你怎么去打 俄罗斯打了死了多少人 整个国家变得那个战争机器 而且各个方面的制裁 对啊 各方面的制裁 所以战争一开始 我这个立场就跟我们的观众啊 跟我们的很多朋友 我就不一样 我说战争一开始就应该走向和平 但是很多人就说 你啊 就是不要抗日了 我就跟你讲 不是那个时代了 你那个时候在抗日的时候 你能不抗日吗 大家都要抗日 那个时候是争夺土地啊 现在争夺什么土地啊 你俄罗斯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土地了 你把你那个土地先搞好好不好 他是因为 乌克兰东部这个地方 生过了一批俄裔人 对 再加上你北约要东克到我的边缘 他是这两个 他有着某种威胁 某种他害怕 不是说他要 像当年的拉塞德国一样的 我占领更多的地方 完全搞错了 像日本一样的 我强大了 但是我的骨头他小 我到别的地方就占领 对不对 那我无一样的给你 所以不论如何 就是说大家能够大建一个和平的一个舞台 对 把这个台阶都建好了之后 愿意下的都下来 大家在一起先把这个火给停下来 对 不论是奥运会短暂的停火 还是将来长时间那个停火之后的谈判 和平时期谈什么其实都好谈 对 包括这个人的心态在和平的状态当中 他也会发生改变 是 是 所以我们期待到 习近平再淘贼 然后 这个 川普再淘贼 只要是和平的淘贼 谁是都一样 对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节目的全部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